第1319章 八大统领 四大都统 第二天 当温暖的阳光从窗户之中倾泻进入安静的房间时 那盘腿修炼的硝烟也是有所感应的缓缓睁开了双眼 而在其睁眼的那一刻 其周围的空间也是泛起了一阵奇异的波动 一股股与斗技截然不同的能量 悄然的灌注进入硝烟眉心处 然后融于灵魂之中 有了这太一魂诀 灵魂修炼的进展也是相当之快啊 感受着眉心处传来的那种充盈之感 硝烟脸庞上 也是浮现一抹赞叹之色 这段时间 他一有时间便是在修炼太一魂诀 而所取得的效果也是相当不菲 以前积南吸收的灵气 如今却是只要一运转太一魂诀 便是会自动的从天地之间吸纳 这等神奇功法的确不愧是远古之物 微微一笑 硝烟从床榻上站起 伸展了下绳子 便是推门而出 在寻找到小一仙纪人后 一行人便是离开仙房 如今的这座庞大庄园 早已是被众多来自四面八方的强者所充斥 这些强者不是本身实力强悍 便是背后拥有着不弱的势力 这些人物碰触在一起 自然是相当热闹 硝烟一行人在庄园中略作闲逛 便是在庄园的一处 占地颇位辽阔的九四楼阁之中停住身形 这九四面积不小 在其中心有着一座巨大的石台 石台上斗气暴涌 两道身影闪电交手 那般精彩交手 看着四周不断的响起 阵阵叫好之声 台上的两人实力都是处于六星斗宗左右 在外面也是有名气的强者 但对于硝烟来说 却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与小一仙一行人在九四靠窗处寻找了一处位置 便是坐下 目光在九四之中扫动 倒也是发现了不少实力不弱之人 打听到与那黑烟军有关的消息了吗 戴德侍女将茶水恭敬的缝上 硝烟瞥了一眼台上的战斗 轻声问道 如今要与这谷族接触 硝烟自然是要对他们多了解一些 而这所谓的黑烟军 据说便是谷族前汉战士的聚集之处 拥有着极端强横的战斗力 对于他们 硝烟必须掌握一些信息 小一仙微笑着点了点头 目光与天火尊者对视了一眼 然后轻声道 黑烟军在谷族地位不低 因为他们的选拔条件相当苛刻 不仅需要对谷族绝对的忠心 而且还必须在一定的年龄阶段达到特定的级别 据说黑烟军每年都会有考核 达不到考核标准的便是会剔除而去 因此 这也是令得黑烟军的质量相当之高 文言 硝烟也是温温地点了点头 从在城门口看见的那群身着黑色甲卫的护卫来看 便是能够知道 这黑烟军的战士都不是什么庸人 若是放在外面世界的话 也属于那种万里挑一的天赋战士 黑烟军之中有着极为森严的级别之分 其内设有八大统领 而昨天所建造的灵权以及那位五统领便是其中的两位 只不过那灵权只是排名第七而已 一旁的天火尊者笑道 灵权只是排名第七位吗 硝烟眼眸微眯 灵权是一星斗尊的实力 而那位五统领是三星斗尊的实力 这样说来 那黑烟军大统领至少也是在六星甚至更高的层次 不愧是古族 硝烟轻轻点头 在年轻一辈中 能够达到六星斗尊的实力 那已绝对是能够算得上是天纵奇才之人 虽说古族之人拥有着斗地血脉 但这也足以说明他们的强大 现在的你 在这些古族年轻天才中可是并不讨喜 甚至不少人将你列为情敌 在古界的日后 我想你应该是有的烦了 小一仙眼嘴轻笑道 我和熏儿的关系 古族知道的人应该不多吧 硝烟皱着眉头问道 以前是不多 但据我打探到的消息 现在此事几乎是人尽皆知 因为熏儿在那长老会议上 亲自承认了你们间的关系 小一仙笑道 硝烟愕然 寻寂苦笑 说道 这女子 胆子倒也不小 不过 说了便是说了 此事总归是要曝光的 至于那些古族天才 他们想怎样便怎样吧 从一开始我便是知道 我在这古界中必然不会太过安宁 对于熏儿的清诚魅力 硝烟早有所了解 这古族之中更是天才云集之处 身为天才 这里的年轻人必然不会喜欢寻常的女子 因此 不仅容貌绝美 并且还拥有着绝顶天赋的熏儿 自然便是成为了他们追逐的目标 这八大统领中 几乎有着大半将你视为最有威胁性的情敌 若是与他们遇见的话 必然会找尽借口与你交手切磋 当然 其实我认为你最大的威胁 并非是这些人 而是四大都统 小一仙微笑道 四大都统 黑烟军真正的高层 总的来说 便是八大统领 四大都统 以及两位黑烟军真正的统领者 黑烟王 这四大都统 即便是在天才云集的古族之中 都是号称绝顶天才 各个都是精才绝艳之人 拥有的斗地血脉 虽说集不上熏儿 但在古族之中 也是先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按照他们的潜力 日后 也将会是成为古族真正的核心人物 小一仙道 硝烟默然 心头也是涌上了些许凝重 以他的年龄能够取得现在的成绩 若是放在中周的话 足以称得上是顶尖 但如今一到这天才云集的古族之中 方才明白 这种成就还不足以让得他自傲 既然这都统的等级比统领高 那么想必即便是实力最弱的都统 都应该比那大统领强悍 这样算下来的话 恐怕这四大都统的实力 恐怕都是要该与魂殿的九天尊相差不多了 斗地血脉真的强悍如丝吗 硝烟缓缓地吐了一口气 真正地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他的修炼速度放眼同倍 以时让的人渴望而不可及 然而 当与这些古族的绝顶天才相比 仿佛还是弱了一些 人外人天外天 此话果然不假 虽然我并不知道 这四位在古族中都是拥有着极高声望的都统 对尼是抱着合宠的态度 但勋儿是古族的天之娇女 对于他们这种天才的吸引力 更是无与伦比 所以你还是得多加注意 小医仙提醒道 硝烟眼眸微眯 眼中也是多过一抹狠色 管他这些所谓的都统有多强 他与勋儿之间谁都阻拦不了 虽说如今的他仅仅只是五星斗尊的实力 但真要是动起手来 即便是七星甚至八星斗尊强者 硝烟也完全不怕 所以希望这四大都统最后不要真的将他当作什么软柿子 拥有斗地血脉 修炼起来的确是一帆风顺 但这种速度也仅仅止步于斗圣之前而已 即便是古族这等古老的种族 族中斗尊强者不少 但真正踏足斗圣那个层次的却并不多 想要进入这个层次 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他们自己 这种时候斗地血脉 反而会是一种累赘 所以你不要与这些家伙比现在的成就 说不定等你日后达到斗圣时 这些家伙还是只能在斗尊层次踏足 天火尊者伸了一个懒腰笑着道 硝烟微微点了点头 斗圣强者已是天底尖顶尖般的存在 那斗地血脉虽说强悍 但也不可能大批量制造出这种强者 不然的话 那也实在是太过逆天了一些 在硝烟一行人自针自掩的谈话时 在这座九四的楼上 两道冰冷的目光 却是锁定在硝烟身上 他便是那个硝烟 一名身着青袍 面色俊秀的轻衣男子 目光瞥着硝烟的背影 异常修长的手掌轻轻敲打在栏杆上 淡淡的道 哼 三哥 他便是小姐嘴中的那个硝烟 如今他在中州 拧头可是不小 现在来我鼓足 大三傲气 却是丝毫不减 一旁一道声音冷笑着回道 顺着声音望去 赫然便是昨天被硝烟一腿轰飞的灵犬 这里可不是中州 轻衣男子微微一笑笑容中透着淡淡的冷意 说道 虽然小姐或许看不上我等 但至少这种货色的人也不应该拥有着这种资格 你可不要乱来 他们毕竟是客 一名身材略显壮硕的男子皱眉道 他正是昨天的那位武统领 放心 一切都是会很合规矩的 轻衣男子阴柔笑道 随着他的话音一落 那下方的石台上 两道交手的人影也是分出了胜负 各自退去 旋即一道响亮声音 将所有目光都是拉扯了过去 一个精瘦的人影跳上来 朗声大喝 下面的切磋者是 黑烟军三统领杨浩 以及单会的冠军 萧炎 不远处 刚刚举起茶杯的萧炎手掌猛的一顿 玄机面色便是缓缓阴沉下来 他似乎被人摆了一道啊 斗魄苍雄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日之后是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魄苍雄第1320章 20章 三统领杨浩 朗赫声在楼阁之中回荡着 令得此处喧闹的环境 顿时为之一境 这两人的名头都是极为不弱 一个是深美古族黑烟军的三统领 另外一个更是曾经的单会冠军 两者都是属于年轻一辈之中 相当杰出之人 今天在这里 难道还能有幸见到他们切缩不上 想到此处 楼阁之中不少人的眼睛 都是涌上了些许感兴趣的神色 目光在周围扫动着 似乎是想要将两人给找出来一般 怎么回事 小一心等人也是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争了争 旋即见到硝烟那阴沉的面色 也是瞬间明白了什么 眉头都是一皱 说道 没想到这话才说完 麻烦就找上门来了 不过这种手段 倒也是太过下作了一点 以他们的精明自然是一想便是知道 对方是生怕硝烟退缩 方才在这种大厅广众之下先斩后奏 到时候若是硝烟笔是输了的话 那恐怕立刻就会成为不少古族之人打击硝烟的借口 甚至连带着连勋儿也是会受到一些牵连 硝烟面色阴沉 缓缓的吐了一口气 手中茶杯徐徐放下 轻声道 也好 我并不喜欢这种不断的被麻烦 若是能够在进入古界之前 杀鸡敬猴一番倒也不错 既然他自愿的要上来当这头鸡 那我便收下吧 伴随着他在话音落下 硝烟猛的转头 冰冷目光直射楼阁之上的那名青衣男子 呵呵 感觉倒是挺敏锐 见到硝烟望来 那青衣男子也是一笑 面色没有丝毫的惧怕之色 他乃是处于五星斗尊巅峰实力 虽说硝烟也是五星斗尊 但与同等级的对手交手 他倒还真是未曾失败过多少次 杨浩 你可不要乱来呀 若是要长老知道的话 一旁的武统领皱了皱眉 说道 哼 结束而已 我族本来就上武 以武会有不是正好 杨浩淡淡一笑 继续说道 放心吧 我不会让他太过难堪的 当然 只要他识相 伴随着他最后一句话轻轻落下 还不带武统领说话 杨浩身形一闪 便是瞬间出现在了石台之上 笑颜颜的目光望向硝烟锁在方向 微笑道 硝烟先生 久闻大名 不知道今天可否刺脚 楼阁之中 所有目光都是在此刻 猛的转移了开来 然后尽数汇聚在 那靠窗户旁的销售身影之上 哎 他便是那个取得单会冠军的硝烟 看起来挺年轻的 没想到如此年纪 便是达到了八品烈药宗师层次 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据说他的老师便是当年的药臣药尊者吧 不过现在药臣已经进入万圣 实力强的可怕 难怪 药臣眼光倒是毒辣 现在的这个弟子啊 比起当年的寒风 不知道强了多少倍 听得那四周的众多窃窃私语 硝烟面色依旧平静 偏过头 将目光投向台上 那一脸阴柔笑容的轻衣男子 缓缓起身 说道 既然三统领执意如此 在下自然不好推辞 见到硝烟 竟然未曾寻找任何借口推辞 杨浩梅间也是微微一挑 但脸庞上的笑容却是越发浓郁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然而谁也未曾看见 在他略微低头时 那眼眸之中夺过的森森寒意 小心一些 小一心等人倒是并未阻拦 对于硝烟的实力 他们很放心 那杨浩虽说是五星斗尊巅峰实力 但这种实力对于如今的硝烟来说 却并不具备致命的威胁 嗯 硝烟点了点头 脚步朝前一跨 面前空间一阵扭曲 下一瞬 其身形便是出现在了杨浩对面不远处 哼 不愧是丹会的冠军 这份胆识真是让人钦佩 杨浩笑眯眯的看着硝烟 说道 撇着杨浩那皮笑肉不笑的脸庞 硝烟面容平静 声音也是平淡的 没有丝毫情绪 请吧 哈哈哈哈 好 杨浩大笑一声 脚步猛的前踏一步 体内浩瀚斗气 顿时扑天盖地的暴涌而出 强悍的斗气围压 令得楼阁之中不少人的面色 都数略微有些变化 哈哈哈哈 本统领今天便是要亲自试试 这单会冠军有何了不得吃出 斗气暴涌 杨浩大笑 那修长的手掌猛然一握 灵力进风在掌心中成形 脚掌一跺地面 身形便是闪电般的 出现在硝烟面前 灵力爪风宛如天罗地网一般 对着硝烟狠狠夺趣 灵力的进气将空间撕裂出 一道道漆黑的痕迹 面对着杨浩这等凶悍攻击 硝烟脚步微退 在三步距离之间 踏起玄妙的步伐 居然是将杨浩那密集爪风 尽数毙了开去 好速度 不过也来试试 我这龙蛇步伐 见到硝烟竟然是完全避开了自己的攻击 杨浩的眼神也是一正 宣祭冷笑一声 步伐前踏 龙行虎步之间 身形鬼魅 眼眼间 居然有着龙蛇幻影 在其身后若隐若现 古族之中 步伐高阶斗技 而身为三从领的杨浩 自然所学斗技 都不是寻常货色 光是这龙蛇步伐 便是丝毫不逊色于硝烟的三千雷洞 停煞 碎气爪 施展了这所谓的龙蛇步伐 阳号速度也是突然加快 爪风也是猛然一变 凶煞之气在掌心急速凝聚 手掌过处 空间技术撕裂而开 四耳的呜呜之声 尖锐地扩散而开 古族果然是大度 这等在外界难见的高级功法 却是被他顺手拈来 感受着杨浩的速度 与攻击猛然变得灵力 硝烟的眼眸也是微眯 拥有着如此之多的高级斗技的傍身 难怪这家伙根本就不担心 会打不过同为五星斗尊的他 不过对方确实算漏了 在拥有着异常庞大的灵魂力量的硝烟面前 再如何鬼魅的身法 都是毫无遁形之处 硝烟绣袍挥动 每一次的拳风击出 都会极为精准地 轰击在杨浩爪风 即将倒临着那一刹 这种时候 刚好是其爪风 犹若变强之时 但这种破绽 若非拥有着极其完美的洞察力 谁也无法做到 但所幸 拥有着远胜杨浩灵魂力量的硝烟 却是能够将之半倒 每一次的交风 杨浩面色都是会涌上凝重 戴德十几回合灵力交手完毕后 其脸庞上已是彻底被凝重所取代 虽然他已是施展了两种地阶中级的斗技 但却是未曾对硝烟造成丝毫伤害 后者那副从容模样 令得他面子略微有些挂不住了 我就不信你这穷小子居然还敢跟本统领披顶运 杨浩面色阴寒 脚步猛然间暴脆 而在其身形暴脆时 首长也是闪电班德 截出一道道让得硝烟一场熟悉的印节 地印绝吗 剑状硝烟眼眸微眯 身形一闪 诡异的出现在杨浩面前 屈指一弹 一股进风射出 闪电班德轰在杨浩手腕处 这股进风虽说不强 但却刚好将杨浩完整的印节打破 令他体内血气翻滚 这小子怎么会如此清楚地印绝的破绽 被硝烟随手破去印节的结成 杨浩面色也是一变 然而还来不及思考 炙热的进风便是迎面而来 令他急忙相迎 炙热的进风在石台上弥漫而开 玄机众人便是惊愕地见到 在硝烟一掌之下 那杨浩居然是直接 邓邓的连退了好几步 这种交锋 那杨浩居然完全是处于 被压着打的局势 楼阁上 原本一脸阴沉的灵犬面色 也是有些难看起来 眼眼间他开始感觉到 一些不安 杨浩居然不是他的对手 那位武通灵面色 也是相当凝重 望着那面对着 施展浑身解数的杨浩 却依旧是从容不迫的硝烟 他心头也是忍不住的 有些颓然 这家伙能够被小姐看中 果然不是什么庸人 被硝烟一掌烘脆 那杨浩面色也是有些战红 虽然是并不明白 以他五星斗尊巅峰的实力 为何确实连硝烟都是打不过 而且他还施展了诸多 威力不足的斗技 但反观硝烟直到现在 都是未曾动用一种斗技 复地印 杨浩面色隐隐浮现一抹猙獰 将龙蛇步伐施展到极致 龙蛇幻影在石坛上浮现而出 而其掌心之中 印节也是飞速变化 磅礴斗气急速凝聚 硝烟副手立于场中 目光平静的望着 纳在场中飞速穿梭的模糊身影 片刻后居然是缓缓的 闭上了双毛 凝聚成功 见到硝烟这般 杨浩脸庞上的猙獰更甚 手印突然一顿 一股冷色自眼中浮现 然而就在他刚欲将手中的印节 对着硝烟轰击出时 一股寒意却是笼罩了其心头 寒意笼罩的瞬间 杨浩脚底之处的石坛 猛然间爆裂而开 一股炙热的岩浆火柱 如同火龙一般张牙舞爪的 暴冲而出 最后重重的轰击在杨浩双腿之间 自大地之中发出的攻击 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而身为主角的杨浩 一口鲜血狂探而出 其身影直接是被火柱 狂猛的冲击力撞飞了起来 最后重重的轰在楼阁的一根巨石柱子上 而石柱也是在瞬间爆炸而开 望着这几乎是瞬间结束的战局 楼阁之中顿时鸭雀无声 一道道惊恶的目光望着场中央副手而立 甚至连身形都是未曾移动的消瘦青年 半闪后 雷鸣般的掌声 震耳欲聋的在这楼阁之中响彻而起 硝烟面色平静 望着那浑身焦黑的杨浩 微微拱手 微笑道 承让了三从领 刚刚落地的杨浩听得此话 一口鲜血又是忍将不住的喷了出来 他怎么也是想不到 以他五星巅峰的实力 在硝烟手中 却是败得如此的狼狈 斗魄苍穹有声小说 由听中国出品蜡笔小勇播讲 预知后事如何 还请您继续收听 《斗发苍穹》 第1321章